本周末,新赛季英超联赛就此拉开了帷幕,而瓜迪奥拉麾下的曼城在完成上赛季的精彩演出后则将踏上未免之路,首轮比赛等待他们的正式本季前完成换帅的豪门球队阿森纳。 那么,对于在今夏休赛期变动,不大的曼城而言,在上赛季完成催扑拉朽的表现后,能否成功实现未免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曼城队的赛季前瞻,上季回顾,瓜是曼城震撼整个英超上赛季,是瓜比奥拉主教练执教曼城后的第二个赛季,在经历首个赛季的失败后,痛定思痛的瓜比奥拉,对曼城做出了质的改变, 进而将蓝月亮彻底打造成一支球风华丽,进攻流畅的瓜是曼城,最终,渐入佳境了曼城成为了上赛季,英超联赛当人不让的绝对主角,并以32胜4平2负的夺冠成绩,创造了英超历史的最高积分记录,100分,在永不可挡的提前五轮宣布夺冠之余, 上赛季在英超赛场一起绝尘,的曼城,还创造了一系列的英超历史记录,其中包括英超连胜场次18场,单场传球次数1015次,单赛季最多进球,105球以及取胜场次最多32场等,并追平了提前夺冠的场次记录,5场以及单赛季客场取胜场次最多15场等记录, 此外,坐镇伊蒂哈德球场的曼城更是恐怖,19个主场场均进球达到3.2个,不过,在英超堪称无敌的曼城还是存有一定遗憾,那就,是在欧冠赛场的表现依旧不佳,八强战两回合参照另一支英超球队利物浦双杀,人员变动,主力框架保留,马特雷斯加盟去年夏天,带着首个赛季的遗憾, 曼城豪至2.16亿英镑先后引进了门迪、沃克、比奇尔瓦、埃德森、达米洛等球员进行补强,而事实则证明这波转会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果,曼城的人员配置在上赛季,终于达到了瓜比奥拉的要求,而球队技战术设计也由此实现了逐步成型,因此瓜比奥拉自己也表态,对曼城的阵容,构成和尚继成功已经相当满意, 在完成上赛季的大爆发后,今夏休赛期的满城一改,此前总是一致千金的转会政策,其核心立足点便是保留上赛季的主力框架, 所以球队除了已经难获机会的亚亚图雷以及近年租界在外的乔哈特正式离队之外,队内主要球员系数流队,这也变为球队在保留原有战力的基础上,于新赛季在上一层楼而奠定的基础, 在保留球队基本框架的同时,曼城在今夏转会市场上的动作并不多,除了菲利普桑德勒等潜力股,球队最大的一笔支出,也是唯一的重量级野员,便是自莱斯特城签,下了中场大将马赫雷斯, 马赫雷斯与2013年夏天他登陆英伦,签约当时还在英冠的莱斯特城,后来在狐狸城七季班夺冠的2015-16赛季,马赫雷斯的发挥可谓是如有神助,由此当选了该季英超最有价值球员,我很开心能加入曼城,在瓜比奥拉的带领下球队有着卓越的表现,马赫雷斯在加盟曼城后,表达了自己的信心, 其出色的突破速度和细腻的脚下技术,正是瓜比奥拉所看重的重要特点,目前,在斯特林沉迷于快乐足球中难以自拔的状况下,马赫雷斯在新赛季与萨内租成曼城的边路突击队,让蓝月亮在进攻线得到进一步提升,阵容和战力,不存在磨合问题,的曼城只会更加强大如前文所讲,虽然曼城今夏在转会市场, 仅有马赫雷斯一名强有力的新援,但是球队在过往数年搭建起来的阵容框架已经足够强大,据德国转会市场统计,目前曼城球员的总身价约为10.07亿欧元, 这在英超联赛中排名第一,而其中身价最高的球员,正是1.5亿欧元的中场格布劳内,不仅如此,看看曼城目前的整体阵容,在突出稳定下的前提下几乎难以看到任何的人员软肋, 所以来到新赛季,在全队阵容变动不大的情况下,曼城几乎不存在任何磨合方面的问题,而此前在社区盾杯击败切尔西的比赛更是进一步证明了这支球队的成熟与进步, 更重要的是,如今的这支曼城拥有着当今足球,公认的战术大师瓜迪奥拉,这位西班牙主帅上赛季已经用完美的表现,让所有的批评声音彻底闭嘴,而他在战术领域的不断创新无疑让曼城的上线变得无法估量, 当然,至今仍然有不少球迷袭,关于将瓜迪奥拉跟传控足球联系在一起,不过事实上,瓜迪奥拉在来到曼城后,已经展现出对于控球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降温, 看上去,他在曼城力主引进控球中位,出球门将以及器重于一束醒后腰的痴迷,但是如今的战术目的绝非过往那种为了控球而控球, 而是不断强调进攻端的速度与提升,回顾刚刚过去的本届世界杯,依然沉浸于无休止传控足球中的德国,西班牙提前出局, 由此证明了过往强大的传控足球正在渐渐落伍,其实,瓜迪奥拉早已看到了这个趋势,所以自上赛季开始变不断于曼城的进攻体系中增加新的因素, 特别是对进攻的推进速度和中场方面的掌控渗透有着更高的提速要求,所以,如今的曼城除了在传控的成功率方面, 持续保持在很高的水准,在加之中前场进攻中颇为恐怖的速度提升和默契积累, 这让球队的整体进攻俨然达到了碾压一切的高度,前景展望,英超是在未免,欧冠更进一步在2009年, 曼联赢得英超三连冠后,再也没有球队可以成为联赛冠军的缠联者, 然而如今这支强大且成熟的曼城,有望改写这样的历史,特别是在瓜迪奥拉历经两年的打造后, 如今的曼城在瓜帅体系下,已经步入成熟期和收获期,其战术设计和整体战力显然较之其他豪门球队更为强大, 近期,BBC邀请了24位评球嘉宾就新赛季英超排名进行预测,其中有多达21人看好曼城实现未免, 由此可见曼城如今在英超赛场一直独秀的地位,当然对于新赛季的曼城来讲, 本赛季的目标肯定是致在英超未免,同时球队自然希望在欧冠赛场更进一步, 毕竟当瓜迪奥拉选择来到英超拿起曼城的轿边,英超冠军显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 唯有欧冠赛场才是真正实现自我再度证明的最佳舞台, 而如今这只搭上深深瓜是阴记的曼城,能让瓜迪奥拉再度站上欧洲支颠吗?